我是潘敬泰,香港人民学会的副会长,亦都是快乐哲学的讲者 上个星期,我们就讲过一个法国文艺复兴当时的哲学家 他就是Michelle Montaigne 他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人 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当时,一个很独特的人 他也有所有文艺复兴当时的特征 他学问非常之渊博 他懂很多东西,样都懂些 而且他还是非常之注重一个人,他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人 他的自尊,他非常之注重一个人的自由,自主和自尊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快乐,就一定要做他自己的 我上次也有说过,他写过几部书,三部书都是描述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事 他很早38岁,他已经退休了 虽然后来退休之后,又被人找出来做市长 但是他始终他始终他一个人,他的心都是希望了解世界 了解自己,还有过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生活 他经常在这里写的三部书,都是叫做The Essays 他的文章,真正的意思是Essays是一种尝试 他成世人,他都希望尝试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人类 他在这个书里面写了很多很精辟的句话 我现在又可以将他很高兴,将他的精心炮制日遇和大家分享 上次我说过,他认为人的生命都是很短的 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之中,他应该尽量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好好地生活 上次我讲了一部分,今星期我会继续讲他对生活的体验 由于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也是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 其中一部分,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想快乐,就必须的 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音乐 其实他每早上起床,他都会弹琴的 他是懂得弹一种调活的乐器,叫做Sitta 这个好像印度传过去,Sitta 他一直有空,他想心情愉快一点,他就去弹琴的 他就这方面,他也有说过,有一个quotation 他说,There is nothing more notable in Socrates than that he found time when he was an old man to learn music and dancing and thought it time well spent 他说,当我观察苏格拉底的生活的时候,发现有一件事很奇特的 就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找到一些时间出来,去学习音乐和跳舞 他认为这些时间,time well spent,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 所以他认为一个人,他认为我们都需要,虽然生活是很艰苦,很多事情要做 但我们都要抽些时间出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短暂的人生 除此之外,他由于是一个八角人,他也觉得我们有时候要满足口足之辱 他在这方面,他也有说过,他说 The art of dining well is no slight art 他说,一些如何吃好东西的艺术,一点都不简单 The pleasure,not a slight pleasure 我们吃东西的那些给我们得到的乐趣,不是一些笑的乐趣 换句话来说,我们要适当的时间,都要享受一下 但是他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快乐 我们不只是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其他人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There is a sort of gratification in doing good, which makes us rejoice in ourselves 他说,当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我们会得到一种满足 那种满足,会令到我们rejoice in ourselves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都觉得是一种欢乐 那我们怎样可以做好呢? 其中一种就是我们去和其他人服务 就着这方面,他也说了一句 Who does not in some sort live to others, does not live much to himself 他说,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在某一程度为其他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生活 换句话来说,我们一个人生活 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生活 我们也会为其他人而生活 他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女性 他觉得爱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着这方面,他又有什么要说呢?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Love to his soul gives eyes 爱情会怎么样? 会给一个人的灵魂 戴一对眼给他的灵魂 He knew things are not as they seem 他就会看到一些不只是表面的东西 The dream is his real life 在爱情的时候,生活是如何呢? 不是在世界里生活 就是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生活 The dream is his real life 真正的生活,就不是在地球里面 就在他的梦想里面 The world around him is his dream 而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他的梦想 这个就是爱情的魔力 不过但是呢 他自己觉得 虽然他觉得爱情有这么大的魔力 但他又觉得结婚 并不是一件 一定会令人 就获得 这个 满足的 他就着这方面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那个 去结婚的人 就有两种 就有两种人对于结婚 有两种看法 有些人 就很急于结婚 有些人 结婚之后 就很想 就在婚姻的关系那里 走出来 那他的比喻 他说 就好像 有些人 就很急于入他的雀笼那里 但是在雀笼里面那些 又很 很希望 快快快快快 出回来 他说 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女人呢 就是盲的 男人呢 就是龙的 所以 可以这么说 他对于这个 婚姻呢 就 看法呢 都不是好像 一般人那样 他觉得这个 婚姻呢 就未必一定 是会 好像很多人那样 想着 带给一个人 一个快乐 但 对他来说 一个人 他如果想 生活得好 他一定 就要 多些 思考 和不要浪费时间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Whatever can be done Another day Can be done today 无论有些什么 如果是 可以 第二天做的 亦都可以 今天就做了他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 当我们有些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 不要浪费时间 那对于 死亡呢 他也有些 看法 他的看法就是这样 他说 It is not death It is dying That alarms me 他说 有些什么 是令到 我很害怕的呢 他说 我怕的那些 就是死 我怕的那些 就是死 我在死 换句话来说 他 当他 还有生命的时候 他很害怕 他的生活 就好像在死 一样 换句话来说 没有好好的生活 但是 死亡呢 他觉得死亡 就是一切的终结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The death they say acquits us of all obligation 那些人说 死亡呢 就令到我们 不再需要 负上任何的责任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我一个人死的时候 我们的责任也都完成了 但他对于人的看法 他也是挺悲观的 由于他做了很多的皇帝 他做了一些皇帝 就是他的 advisor 就是那些顾问 亦都是 做了这个 博都 那个市长 亦都 做了 这个 博都 向这个 议会 的议员 所以他看过很多人 结果 在他观察之中 他觉得那些人 并不是一件 是一个 很值得 我们 养慕的品种 来的 他的看法是怎样呢 我又说一句 他的 quotation 他说 There is no man so good that if he placed all his actions and thoughts under the scrutiny of laws he would not deserve hanging ten times in his life 他说 我 观察到 没有一个人 是好到 如果 我们将他 所有做的事情 和所有的思想 運用法律 根据法律 去 检视一下 那 而 这个人 不需要 deserve hanging ten times in his life 就是 结果 就不是 这个 我们需要 将他 敏掉 敏掉 十次 换句话 我们每个人 犯的错误 是非常 非常之多 但是 我们如果 想 了解 这个 世界 我们要 如何做呢 他认为 我们人 一定要 多些学习 他 有一个很出名 的说话 Cur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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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意思 就是说 What do I know 这是一个法国 其中一个出版社 有一系列的书 名字 What do I know Cur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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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o know How to belong to oneself 它是一个 在世界上 最伟大 最重要 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 认识 如何 belong to oneself 自己做自己 另外 他有一个 quotation 他就说 A man of understanding has lost nothing has lost nothing if he has himself 那一个人 如果他是真真正正 认识自己的 那 他无论损失了什么 都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最重要 不要 他喪失了自己 换句话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 他就觉得 我们虽然 是 整天都想 希望 了解自己 但是 我们用什么 来了解自己 一般人 我们都是用 路 去了解 但是这个路 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 很容易控制的东西 它 亦都就着 这个人 的路 如何制造 烦恼 给我们 他亦都有一些 很精逼 的说话 他的说法就是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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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肯定的事情 给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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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做 做 做 vista that they do not bring forth in the agitation 在我们的脑子发热的时候 都不知道有多少颠狂的 毫无哲制的思想 就会走到我们的脑子 换句话来说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去控制我们自己 不要令我们的思想去混乱 让我们的幻想幻觉带领我们 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事 我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智去控制我们自己不受控制的思想 还有他觉得这个人 由于我们懂得想法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陷入混乱 他这方面也有个说话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we are know not how double in ourselves 他说我们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好像一个人撕裂了变了两个人 so that what we believe we disbelieve 那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相信那些东西 应该相信那些东西 应该相信那些东西 我们也不相信 and cannot read ourselves of what we condemn 但有些呢 我们就觉得应该是condemned 即是说 他觉得不好的东西 但我们又不可以 将那些不好的思想 去撇掉它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人的状况 我们经常思想非常混乱 应该做那些东西 我们也不做 应该想那些东西不想 不应该想那些 就没有办法 避免去不想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状况 如果呢 我们想生活得比较快乐些 他觉得我们一个人 一定要忠于那个事实 我们一定要诚实 那这方面呢 他也都有 有些说话 去 有些忠告给我们 他说 忠告是怎样呢 他说 in plain truth Lying is an accursed advice 他说 这个 车大炮呢 就是一些极之值得我们诅咒 的恶杂 来的 We are not men nor have any other tie upon another but by our words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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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和其他人 有些什么 的联系呢 我们和其他人的联系呢 就是我们的 语言 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 如果 那些东西呢 都不是一些诚实的说话 那我们就不是人 因为人呢 就是和其他人呢 就有些不可切割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将这些不可切割的关系呢 透过我们的方言 去破坏 我们想做人 都不能够再做了 除此之外呢 他又说了另一句 他说 I do myself a greater injury in lying than I do him of whom I tell a lie 他说 当我 和另外一个人 说个大话 那时候 其实呢 有两个人受损害 第一 就是 听到我大话的人 第二 就是自己 但是两个相比呢 哪个 受害多些呢 就是自己受害更加大 I do myself a greater injury in lying than I do him of whom I tell a lie 这个呢 就是他对这个人 他说大话 他那个 看法 为什么 我们 如果我们 车大炮 我们会 灑害自己 我认为 可能 理由就是 就是这样 因为 当我们 车大炮 那时候 我们不但 对其他人 不诚实 我们甚至 也对自己 不诚实 所以呢 那时候 还有些什么 当然 他受害的 那些 当然 他受害的 那些 当然 说法就是这样 There is no pleasure to me without communication 对我来说 如果不把我那些快乐 和人分享 我不会觉得是快乐 There is not so much as a sprightly thought come into my mind that it does not grieve me to have produced alone 他说 如果我突然想到一些很开心的思想 走出我路 他说 没有一样东西令到我更加不开心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只是我一个人知道 And that I have no one to tell it to 我想到一些好的东西 而不能跟别人分享 没有一样东西 比这样东西更加令我痛苦 另外呢 就着这个 我们学习那里 他也有另外一个 有些说法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We are born to inquire after truth 他说 我们生出来 就是去 认识真理 It belongs to a greater power to possess it 他说 我们如果想拥有 这些 那些 那些 真理 但 就不是属于我们 是属于一个 比我们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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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er power 就是 擁有更大的 威力 的存在物 It is not It is not As Democritus said Hit in the bottom of the deeps 他说 他说 不是好像Democritus 那样说 那些 truth在哪里 就在这个 深渊 底 那里 But rather Elevated to an infinite height 而是 真理 在哪里 就在Infinite height 一些无穷无尽的高处 那高处在哪里呢 对他来说 In the divine knowledge 就是去认识神 由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认为 他的想法就好像 Augustine Thomas Aquinas 他认识神才是最高的快乐 他认识神才是最高的快乐 认知 能够 认识神 知道神想什么 这个才是最大的学问 但很多人 当他们追求学问的时候 他并不是为了了解真理 他为了炫耀 这方面 这个 Montan 亦都有些东西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The plague of man is boasting of his knowledge 一个人 最大的瘟疫是什么 就是 因为他懂些东西 就去boasting 去夸张 夸张他自己 我懂些什么 懂些什么 knowledge 并不是要来 作为一种炫耀的工具 knowledge 我们为了认识真理 但是 他觉得 我们 去学习真理的时候 他亦都给了一些忠告 他有一句很精净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We can be knowledgeable with other man's knowledge But we cannot be wise with other man's wisdom 他说我们可以 他说我们可以 获得其他人 擁有的知识 他说我们可以 但我们 并不能够 因为知道其他人有智慧 所以 我们就好像其他人 那么有智慧 We cannot be wise with other man's wisdom 就是我们不可以 用其他人的智慧 成为自己的智慧 换句话来说 智慧 要靠自己 我们无论学过什么 我们一定要 用我们自己的脑袋 像一个filter filter 就是 过滤了它 过滤了之后 就消化了它 成为我们自己 消化了之后 再加回自己的元素 然后这些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不能够纯粹学人 但是 我们就 虽然 我们不能够将其他人的智慧 成为自己的智慧 除非我们首先 消化了 加入自己的元素 成为自己的智慧 成为自己的智慧 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 甚至 在 一些 不是一般 书本上 我们学习 并不是 限于在书本上学习 整个世界 都是我们的学校 它的说法就是这样 In true education Anything Anything that comes to our hands is as good as a book 挂在真正的教育 那里 竟然知道 什么 在我们最近的那些 亦都 is as good as a book 等同一部 好像书一样 那么好的 The prank of a page boy 就算是一个 市仔 在那里 说些 无厘头的说话 The blunder of a servant 一个工人 他犯了些错 A bit of table talk 在饭桌那里 那些人 说些说话 They are all part of the curriculum 全部都是我们学习 我们的课程之一 换句话来说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听下别人说什么 从中而吸取一些有用的资讯 我们不只是在书本上才可以学习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 但是 由于他参加了政治 他亦都知道政治是非常之危险 所以亦都有些忠告 A wise man sees as much as he ought Not as much as he can 他说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会看到些什么呢 看到些 他只是看到些 他应该看到的东西 Not as much as he can 不是看到 他能够看到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 有些东西我们看了 所以我们当看不到好过 但是他觉得 如果我们学习了些东西 我们不只是说 我们学习了些东西 我们要做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saying is one thing doing is another 是另一回事 这个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太多人 只是说 不做 如果我们想真正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说话 不要再说 学习了些东西 我们要做 那对于 好似其他 很多哲学家 他都觉得 一个人的名誉 这些什么 是很虚无的 是不值得追求的 甚至 有些人 为了追求名誉 忠于结果 身败名裂 搞到自己 非常之不开心 这个 Montain 就在这方面 也有些说话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Fame and Tranquility can never be bad fellows 名誉 名誉 和安心 永远都不能够同床而睡 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常常想追求 这个 名誉 我们的心 一定 就不会有一种 平安 有一种安云 因为我们的心 充满了欲望 常常要做完这件事 做完这件事 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如果是这样 我们怎么可以得到 这个 一个平静 的心 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 这个 Montain 他也觉得 我们每个人 我们可以做的事 我一定要了解自己 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去到哪里 我们的环境是如何 从而做一些合适的事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to make the handle to make the handle bigger than the hand to make the handle bigger than the hand 他说 如果我们想 做那个手柄 大过我们的手 能够拿到的 the cubic longer than the arm 做把尺 而把尺 比我们的手臂 and to hope to strike further than our legs can reach 我们的希望 去走那些路 就远过我们 那只脚能够达到的 It's both impossible 这样 是 impossible 两样东西 第一 impossible and monstrous 第二 是一些 根本 可以说 monster monster 就是怪兽 换句话来说 就是一些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 or that man should rise above himself and humanity 同样 我们是人 我们想希望 做些超过人的事 这些 monstress 那么疯狂 for he cannot see but with his eyes 我们人是怎样 我们能够见到的东西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眼睛去见到 nor see service who 如果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手 才可以掌握到 除了这些 我们的能力是去到那么多 he shall be exalted if God would lend him an extraordinary hand 除非 神帮他 这个当然 他是一个 天主教徒 他觉得 我们人 可以做的事 有限 如果你没有外力帮助我们 可能 就不可以 除此之外 他觉得 我们 如果想 比较 容易成功 而得到成功的快乐 我们一定 就要 好好地准备 去说 to call out for the hand of the enemy is a rather extreme measure yet a better one 他说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有敌人 to call out for the hand of the enemy 叫敌人出手 is a rather extreme measure 似乎说起来 似乎是一些很极端的做法 yet a better one 但是 可能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i think then to remain in continual fever over an accident 相对于什么是好过呢 就是 in continual fever over an accident that has no remedy 这样就 为了一些 accident 一些意外 就 而是 这个 没有 remedy 没有办法 去 去 補償 那 我为了这样 in fever 头脑发烈 but since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 man can take are full of uneasiness and uncertainty 由于 我们 所以 采取 那些预防措施 就是充满了uneasiness 一些不安 and uncertainty 亦都是一些 好迷茫 It is better to prepare with fine assurance for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 不如 如果我们不想这些事发生 我们不如小心些去计划 and derive some consolation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not sure that it will happen 所以 当 真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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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現当 只有一些事发生 那时 似乎な 換句話來說,我們一定無論做什麼,我們一定要想情況會壞過真正的情況,這樣我們就會成功的機會大一點,一定要小心 Over-prepare,我們要準備,無論做什麼,我們準備的時候,我們要計劃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想著最壞的情況會出現,如果我們想著最壞的情況會出現,我們都有一些應付的方法,我們成功的機會相對大一點 就如我們人有很多弱點,他覺得人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Of all our infirmities,我們人有很多病痛,最差的是什麼? The most savage,最厲害的東西,最損害得我們緊要的東西是什麼? Is to despise our be 就是對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藐視我們自己的生命 換句話,我們一定要尊重我們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麼我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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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我覺得時間也差不多一講兩講的,不過是時間所限一講一講的,我這個星期就講到這裡為止了 希望下個星期大家有興趣再來聽聽另外一個快樂哲學 下一個我講的題目 拜拜